人文专继美华人文学会海外文学与传承系列 将举行七场讲座和一场电影欣赏活动 内容分文学片、人文历史片、电影艺术片 邀请张永祥编剧在内的众多专业人士进行讲座 主办方希望喜爱文学艺术的同道前来参加 人文专继美华人文学会海外文化与传承系列第12集 2018美华文艺记将分别于3月24日、3月31日及4月29日 举行七场讲座和一场电影欣赏 据悉,活动分文学片、人文历史片和电影艺术片 讲员除了南加州作家学会电影编导、张永祥编剧 潘玉琦作家及资深报纸副刊编辑 还有来自东岸的拉丁文学梁旭华老师 国际的电影历史研究学者陈伟志 探讨海外文学写作与复刊的走向 拉丁美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爆炸文学 周树荣古裕的历史与秘密 附中远征军的故事 王小兰城市建筑历史 及文艺电影史和南加州年轻一代 从事电影工作者探讨华人电影趋势 第一次想把文学还有人文历史电影艺术 再一次请特别讲员跟大家分享 也放一些电影做专题来讨论 我们希望喜欢文学艺术 人文历史的朋友可以来参加 环球东方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